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吃豆 这个豆原来可以有降三高的机会 很多朋友到近一年多 都有多少这些情况出现 所以如果能够吃多些豆 有帮助的 这个研究是根据加拿大的研究 他说每天你吃一碗豆 或者是扁豆这类 可能有帮助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去控制血糖 血糖有分一型二型 一型就是你出生已经有带到这个基因 第二型就是慢慢成长之后 饮食上身体的不适慢慢导致这个情况 除了可以控制血糖 这个吃豆可以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研究人员发现 因为跟全麦类的食物比较 每天吃一些豆 可以令血糖的重要指标稍微下降 血压和胆固醇含量都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研究结果是发表在内科的医学档案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研究团队说 吃豆吃了三个月后 参加这些吃豆的参与者 他的十年心血管的疾病评估风险 从10.7%降低至9.6% 这个在圣麦克尔医院 也就是多伦多的圣麦克尔医院的研究领导人 David Jackins说 豆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蛋白质可以抑制血糖反应 也是可以降低血压 同时他们是很好的纤维来源 而纤维和较低的胆固醇有关 由于豆类的升糖指数是低 所以专家已经建议糖尿病患者 食用豆 例如茄汁豆、扁豆、鹰嘴豆、花腰豆、红腰豆等等 这些豆类是可以有这个效果 升糖指数是什么呢? 就是测试每样食物对血糖升高得很快 David Jackins说 比较少关于豆和糖尿病直接的研究 他做了这个研究就发现有可能降三高 所以豆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特别是植物蛋白质 素食朋友不可少 但是我们广东人多数都是红豆、绿豆、黑豆、微豆等 但是外国的他比较多些选择 所以在超市里面很多罐头的豆内卖 同时晚餐里面的配碟里面的蔬菜 很多时候都用豆 所以大家不妨多吃些豆 对身体是真的有个很好的帮助的 多谢您收听